与王妃离婚之后,李亚鹏靠什么工作来维持生计? 就在昨天,李亚鹏与许晴合体聚餐的事情引发了舆论的热议。 很多网友甚至还在脑海里幻想,是不是这两个单身男女准备凑在一起过日子了呢? 其实他们俩相聚的原因也是很简单,当年拍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一个饰演林狐冲,一位饰演任盈盈,李亚鹏和许晴不仅是剧中的情侣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好友。 只不过很多朋友也是感慨道,这么多年过去了,李亚鹏有曾经的一线小生变成了王妃的前夫。 真的是有些可惜,只是离婚也有五年左右了,这么长的时间他又不拍戏,到底值得什么生活呢? 就在昨天陈鲁豫的一档节目替大家揭开了这个秘密。 原来现如今的李亚鹏又重新弄了个公司叫中书控股,旗下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。 第一块就是所谓的文创部门,主要是和博物馆合作,制作一些宣传品和纪念品在网上售卖,李亚鹏称除了故宫之外,还和大英博物馆进行了合作。 第二个项目就是王妃李亚鹏之前成立的燕燃天使基金,只不过李亚鹏居然把基金会放在了中书控股。 主旗下也是挺有趣的,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? 第三个项目是个语言在线学习,李亚鹏称这个项目有不少人都挺有兴趣的,比如说佟丽亚,她就特想把他们民族独有的语言放在网络上进行教学。 当然这几个项目放在一起,规模也算是不错了,李亚鹏的公司整整有一层楼那么大,员工一百多人。 也就是说离婚之后,李亚鹏维持生计的项目主要就是这几块了,但是项目靠谱靠谱估计大家心里都有数。 其实自从和王菲结婚蛋出娱乐圈之后,李亚鹏也折腾过不少的项目。 之前李亚鹏最有名的项目很多网友估计都知道,是总投资将达到35亿元的雪山小镇。 只不过运营了几年后,当初号称总投资达35亿元的小镇,以跳楼价2亿元不到的价格给甩卖出去了。 在之前的采计中,王菲就把李亚鹏称作是八爪鱼,李亚鹏不仅涉足房地产,还包括影视制作、旅游、出版、餐饮、IT业、酒店等。 如果现如今这些项目大多都倒闭了。 有很多人之前也是猜测,王菲和李亚鹏最后分道扬镳,是不是和男方喜欢到处折腾有关系呢? 其实不少网友都觉得,李亚鹏如果真想找的好项目维持生计的话,重返娱乐圈绝对是最靠谱的项目。 就算是不演戏了,上上综艺节目,当当导师不知道有多舒服,现如今转行当老板做实体经济,哪里有那么好混呢?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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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